炎炎夏日即将到来 小朋友经常在室外高温的曝晒下 不但容易造成脱水 同时由于皮肤薄 肤色白 对于紫外线的防护比成人来得弱 因此更需要防晒 台湾皮肤科医学会建议 小朋友防晒有三大重点 第一是防臂 第二是遮蔽 第三则是防晒 并依照年龄替儿童进行皮肤的防护 这个就是防臂 防止过强的紫外线的一个伤害 所以这时候可以观测一下 你的这个每天的日常的 紫外线指数的强度 做一些对应的一个措施 如果紫外线太强的时候 这时候尽量就在室内 不要在户外曝晒太阳 这很重要 那如果真的要出门的话 就是能遮的地方先用遮蔽的方式 那这样子就可以大大减少 这个紫外线的伤害 皮肤科医师指出 市场上的防晒成分 只要不是二氧化钛与氧化芯 都称为化学性防晒 而化学性防晒是利用吸收紫外线 转变为热能来阻挡紫外线的伤害 而优点是清爽透气不油腻 缺点则是可能较刺激 甚至引起敏感现象 因此不建议未满一岁的婴儿使用 原则上来讲如果他已经是一岁以上的小朋友 那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物理性的防晒 那如果是三岁以上的小朋友 大致上一般的防晒的使用也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那这时候依照他的一个暴露的范围 去给他适当的一个使用的量 那足够的一个使用的话 他的防护力就会达到不错的一个效果 另外皮肤科医师提醒 三岁以上小朋友依照日常生活选择防晒产品 最好避免使用高压喷雾型防晒 避免发生吸入冻伤以及易燃易暴等风险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